剛剛有說 出國政推薦說 第一級的要件改變了 他今天舉例 無人機超越就反制 無人機反正沒人 有人就很麻煩了 萬一有人死了 就很麻煩了 好 現在以前第一級 要上到國防部長同意才可以 現在他說 快速狀況不需要層層請示 第一線的指揮官就可以了 如果我是第一線指揮官 我會滿緊張的 打還這麼打 以前反正部長你最好要打 現在我決定 所以第一線指揮官 授權第一線反制 看到沒 怎麼辦 邱國正睡不好 你就問陳建仁 你行政院你睡好睡不好 陳建仁說我們加強跟大陸 對等溝通就好了 我怎麼講了 就回答不好 到底回答什麼 來 知不知道 我覺得就最近兩岸的情況來講 我覺得過去以來 一直以來 不管是台灣跟大陸 其實都在溝通上都有一定的默契 可是這個默契就是因為兩岸現在溝通 是缺乏的或是甚至說根本沒有溝通 所造成的一些問題 問題越來越加深 我們可以看到最近這個驚嚇事件以後 大陸在單邊的部分就取消了海峽中線的限制 以及我們現在非常瞭解 這個兩岸團客現在目前來講是禁止的一個狀況 從台灣這邊從我們過年之前說要開放我們台灣的團客 到大陸去參訪 結果在我們的農曆春節的時候 政策大轉彎說只開放三個月 所以這也是大家現在比較不能接受的 以及大家知道從今年1月12號的時候 ECFA就已經有12項大陸這邊單方面去禁止 台灣有12項的貨品的關稅優惠等等 所以這讓我們來覺得說 蔡英文一直跟我們講說兩岸要維持現狀 結果現在變成我們雙方的經貿的 經貿的經貿不通 旅遊的部分團客也不通 以及現在海峽中線不見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還是要呼籲蔡英文總統這邊 可以好好開啟兩岸溝通的一個模式 就照我們的這個陳院長的講法 兩岸真的要開啟一個 和平溝通的一個模式 我覺得是人民所希望的 剛剛又講到的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驚嚇事件後 其實這次也是我們邱國正部長 說他所講的第一級 有很多民眾不知道什麼叫第一級 可是這個第一級 這是他最近 他的反應最強烈的一次 我覺得這完全違反了現在民眾 希望說兩岸和平穩定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現在也可能要請我們賴清德 準總統 其實他現在應該以他 準總統的這個高度 出來做一個表態 不能說只讓我們的國防部長 在第一線面對這些 不管是兩岸問題的這些問題 所以我認為賴清德總統 應該也要花時間 好好跟我們全民來解釋 未來兩岸的狀況是如何 最近我聽說賴清德 跟蔡英文的關係非常不好 所以理論上講你總統當選 很多事情應該有話都很安靜 他現在在敘事待發 好吧 再讓你幹兩個月 等等你將來讓我下來 換我上來的時候 你看我要怎樣 來 孫正雄 我覺得兩岸的文字 遊戲非常不重要 但也有非常重要 非常不重要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能用字言來解字 他剛才兩會講了什麼 然後現在邱國正講了什麼 我覺得邱國正講這個話 不能直接解讀 各位在講說真正的一個將領 你會想到空城記 諸葛亮 面臨大軍壓境的時候 他在幹嘛 彈琴 彈琴 對不對 你真正緊張的時候 就會表示不緊張的樣子 他現在講得很緊張 睡不著覺怎麼樣 我們最高將領 就表示什麼 表示沒事 沒事 真的很緊張 你還說這樣 怕死人 就是沒事 沒事出來為什麼這樣講 這個叫做有事無責 萬一真的發生事情 我已經說晚上都睡不著覺了 所以我沒有責任 然後如果沒事有功 你看後來都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你看 我晚上都沒有在睡覺 有功 我跟你講就是 你會這樣領這些都在玩這個 另外你來看賴清德 賴清德現在弱勢總統 國會又沒過半 未來四年他要怎麼過 兩岸再搞不好 他真的就一事無成了 什麼都不是 他會想要現在來 把這搞得兩岸烽火嗎 他未來四年白做 所以他也不會想要這樣子 我聽說其實 基本上兩邊都有在接觸 希望降溫 所以我覺得大陸兩會 兩會講的話 這個非常平常的話 比以前更降溫 比以前更平常 所以基本上叫做沒有什麼意義的話 所以我基本上看這樣的問題 覺得大家 為什麼講就是說 兩岸的文字不重要 但是也很重要 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的是不說話 你這樣子罵來罵去講來講去 打情罵俏 兩岸唱和 這個 這個隔岸好像在合唱一樣的 各演各的戲 這都沒事 點點的時候最危險 我要回應一下 吳征剛才的講話 吳征作為民進黨的黨官 算是還有一點良心的 口條也好 但是他講話漏漏長 但是又無趣 但是你曉得他做法人的目的 站在政府的立場 就是要讓你們覺得無趣 他講得無趣就達到目的 但是這個我們收視率變壞你知道嗎 還有一樣我出國政社藍綠都肯定的部長 但是他與國與民跟我一樣 但是我們有差 因為他與國與民三天不睡覺 我與國與民照樣睡覺 所以你看他上任以後到現在變老了 這點就是我想到你 你看你一點 不不不 你選副總統 忙了好幾個月 你一點都沒有老 所以讓我懷疑你選副總統不夠認真 但是這個還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這個第一級 這第一級的改變了 你是一個馬上 人家說你要打包了 要準備下台了 到一個看守政府的國防部長 你怎麼可以輕輕鬆鬆講這句話 這個事關國際法 事關國際法裡面有關動火 開火的一個規定 你都媽媽服務 你說越界 我請問是治權的界 還是國與國之間的國界 你說現在就是他一過來 過界就可以打了 我跟你講 我們是不會過去 你想我當海軍的時候 我們的現場 雷達看到匪箭 馬上躲開 上面有指令 你不能跟他開火 你開火你回來 就是一輩子不能升官了 那個是那時候的事件 現在你覺得我們有沒有警戒 說我們的船 飛機不要越界 當然有 因為我們越界就麻煩了 你想如果我們越界 老共打不打 老共不打的 老共打了沒有辦法收拾 所以這個不關老共的事情 因為我們不會過去 但是他過來了 照區國政的想法就打 你看真的要打 真的要打嗎 你看我們是什麼 空對空 地對空的飛彈 不管它什麼東西一定打到 你說打不到 那飛彈部隊責任就大了 那一打下來了 後果怎麼收拾 是國際間的開火 還是在國界之內 這個治權不同的領域裡頭 的開火 那就內戰的延續了 這事情都很大條 你手上亂不說 你們都認為他這樣吸收 平常發言人就這樣把它打發了 他這個還剩下一兩個月的任性 那你覺得他為什麼這樣講 我覺得他煩了 他累了 他急了 各種情緒都有 你看都寫在臉上 你回去照照鏡子 你的臉跟他比他光滑得多 你知道嗎 他就都是皺紋 老胎閉路 我覺得任何一個官員 不管是文官 武官 滿臉都是這樣愁容滿面 苦 苦向必出的 就應該讓他下來休息 你知道 衰苦 遊樂 衰累 活力十足 生氣澎湃 像我這樣的 這個才是可能的好官 賴靜德 下次叫他 給他做個官這樣 看看他做了以後會怎樣 國防部長很辛苦 上下 對不對 內外 各種立法院 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連大原則都沒有把握得住 第一級是大原則 對 為什麼他這時候講這話 我是有一點覺得說奇怪 幾天內要趕快修正 第一級這個很重要的定義 你這樣低線的指揮官線怎麼辦 他要自己做決定 他怎麼做決定 他沒有決定牽涉到兩岸 甚至牽涉到台海 甚至他整個全世界都可能牽動 他算不算 台灣有事 日本說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對不對 日本有事 美國有事 那到底怎麼辦 老幾多也要不設定 對 日本有事 都不算 西方 可怕 我有事 要又是 勝負 判